PA制止超标 甲醛含量超标 以及色劳度不合格三类 它们的危害 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皮肤 或呼吸道有不良影响 PA制止和甲醛超标 一般是服装在做免烫防皱 等厚道处理时 因使用整理剂而出现的 要处理其实也很容易 厚道清洗很关键 清洗的次数多了 或者清洗干净了 那么像这个PA制止 都会避免着超标的问题 甲醛也一样 至于色劳度不合格的问题 楼才英认为 主要是受染料质量 以及印染工艺影响 但从目前的技术手段上讲 只要保证用料和工艺设备 也并不难做到 而且从实际情况看 中国标准规定的色劳度指标要求 也不是很高 特别是我们这个 级别18401的这个标准 其实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们比国外的这个 生态防征标准要求 色劳度都低半截 据了解由于这些常见问题 中国多半都已推行了 强制技术标准 特别是甲醛标准 实施已经超过五年 近来来超标问题并不多见 专家表示 目前中国国内监管 总的来说存在较大缺陷 从而让相当一部分 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其可乘 它是中国有这样提供了一个市场的缝隙 这样它就利用了这个市场的缝隙 从服装到奶粉 从广东到上海 越来越多的所谓国际品牌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对曝光有质量问题 1月26号 广州市工商局公布了 对休闲服装质量的检测结果 合格率仅为46% 不合格的产品 主要来自艾格 维尔摩达 斯努比 艾斯普利特 杰克琼斯等47个著名品牌 这些服装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含有有毒物质 可能会引起人体病变 甚至诱发癌症 1月18号 上海市工商部门 发布了对本市流通领域里 品牌服装的质量检测结果 结果显示样本不合格率超过4成 不合格的黑名单中 香奈尔 迪奥 阿玛尼等 国际顶级品牌赫然在列 2006年12月29号 一批西班牙 意大利等 欧盟国家进口皮鞋 如LV DG BOSS 在抽查中 P4质量不合格率高达76% 被浙江省工商局集中销毁 2006年和2005年 浙江省工商局还陆续检测出 一批国际知名品牌的 5个型号笔记本电脑 数码相机和奶粉 存在质量问题 29号下午国家发改委 和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负责人五大发电集团 和两大电网公司 签署目标责任书 今后的四年里将强令关停 5000万千瓦的小发电机组 如果这些机组被关停 将会使中国的单位GDP能耗 比2005年下降4% 二氧化硫排放下降8% 此次中国推行的强制性措施 初步做法包括 上30万千瓦机组要关掉 24万千瓦小机组 上100万千瓦机组 要关掉60万千瓦小机组 这在中国还是首次 目前中国小火电机组 比重过高 10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 占了整个电力行业的 近三分之一 这是造成中国电力工业能耗高 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 大型高效发电机组 每度电耗煤 大概在300克左右 而5万千瓦的小机组 大概在440克 发同样的电 小机组就比大机组 多耗一半的煤 小机组不仅煤耗高 而且污染物排放量更高 2005年 小火电排放的烟尘 占整个电力行业的 一半以上 而如果现有的小机组 都能被大机组代替 一年就可以减少消耗近1亿吨标准煤 少排放180万吨二氧化碳 也就是说 景观亭小火电这一项 就能使十一五期间 能耗下降20%的目标 完成五分之一 好 更多资讯 我们来看一组短新闻 中国国家邮政局 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29号同时挂牌 新成立的国家邮政局 下设五个私局 而独立出来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成为一个国有独资企业 进入市场 主要经营中国国内 和国际邮件基地等业务 历时近四年的 中国邮政体制改革 走出了第一步 中国邮政全面实现了 政企分离 有关信息安全的 三项国家强制性标准 29号正式出台 将于2月1号起实施 这三项标准 对互联网 个人邮件 网上购物 网上支付 提供统一的 加密格式和管理手段 将有效解决 目前各地区各部门 因采用不同加密形式 造成的信息不畅等问题 第一家通过证监会 主持鉴定的手机股市 29号在深圳正式开通 手机股市是中国建设银行 联合中国建设投资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推出的 现代化金融服务产品 它的发行为证券市场投资者 提供了一条全新的交易渠道 秦山二期核电站 四号机组日前开工建设 这标志着秦山核电站 二期扩建工程全面启动 按照计划 二期扩建工程将于 2011年底前后建成 年发电能力将达到 发挥出最大作用 我现在就是在洞庭湖上 目前这里已经进入了 收获的高峰期 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 华融县的东湖鱼场 这里每天打上来的鱼呢 就有20多万斤 从过去的1万多斤 到现在的20多万斤 这个变化的背后 其实是渔业科技合作 带来的结果 作为洞庭湖畔的 三个渔业大县 华融的网香养殖 军山的种苗培育 相应的防疫防病 都有非常明显的技术优势 但过去 他们却封锁技术 互不来往 在这种传统落后的经营模式下 三个县区每年的产量 只有十几万吨 滋养成本高达70%以上 渔民收入徘徊在2000元以下 在共同的利益面前 三县区几股力量很快融合 并成立了洞庭湖渔业科技协会 统一种苗 统一耳料 统一防疫 统一销售 各养殖基地相互渗透 相互支持 网香由一个县唱独角戏 到三个县按水面均衡发展 防疫上连续三年 没有出现大面积死鱼 而在市场上 规口销售渠道 避免了相互压价 渔民的收入更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 纯收入是多少呢 两万块钱 那过去你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八千块钱一年 目前三个县区水产品总量 达到四十多万吨 是整合前的四倍多 鱼业总产值接近二十亿元 渔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五千元 以前打个比方来说 三个地方都像一条小鱼 这个都没有优势 都比较弱小 现在互动以后 我们这三条小鱼 就变成了一条大鱼了 所以这个优势就更明显 云南 广西 湖南 四川 山东等地 今年的三下乡活动 更加注重服务性和针对性 让三下乡活动更加贴近百姓 贴近实际 冬季生产暖棚蒜苗 是黑龙江双鸭山市九三村的一项传统产业 过去农民们卖蒜苗都是坐在家里等人来收购 由于不了解外面的行情和价格信息 经常是增产不增收 三下乡活动中 双崖山市农委组织的信息服务小分队来到这里 用两天时间制作了一条 关于九三村蒜苗求购信息的网页 通过黑龙江农业信息网的一站通 推荐给了全国各地的客商 哪里的客商给的价钱高 我们通过村上和农户协商 然后卖给谁 所以我们农民征收进一步有了保障 为方便农牧民就近学习农业科技知识 内蒙古科幼前期三下乡服务队 把科技培训班办在了农户家中 服务队还配备了董蒙语的农迹人员 现场对农牧民进行指导 我们没有了飼料生产 面对飼料生产主要是那种的 结果而鸭子利用的 严寒的大学之下 来到我们农村的坑头上来 把手的教亲自来指导